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快的巴旅游也追不上坐奔驰的下树 这是老板的低压电路 连压电路也追不上 怎么样这排气带劲吧 我在原地烘凉脚游给大家听一下 有AMG的味儿了 走 怎么样这排气有劲吧 AMG 不用想了各位 原厂的A35L AMG不会有这样的声音的 刚才那段声音是我用音响放的素材的声音 但是没有关系 刚才那段声音就是A35L AMG改了天蝎全段排气的声音 是不是很神奇 国产的A35L AMG天蝎都肯给它做全段排气 只好你反思一下 你的ATSL为什么所有大牌改装件你都买不到 是不是品牌问题 这辆A35L AMG呢 它的发动机盖上没有一人机的徽章 它不是一个一人机的产品 这个好颠 这个M260的发动机呢 它就是流水线上组装出来的产品 那有没有那个徽章重要吗 从身份上来说 这个徽章就代表着德国匠人精神的传承 对吧 没有这个徽章就没有AMG那种荣光 那从实际效果上来说 这个2.0T好歹它有306匹有400牛米 它的加速怎么样 不如我们弹一脚试试 来证明一下有没有它重不重要 5.45秒和百 这个成绩已经够快了 2.0T的机型原厂做到5.3 5.4秒 我觉得已经OK了 但是如果你想说 我不甘心于此 我要突破瓶颈 做到4秒甚至3秒 单挑GTR 那这辆车可能不太合适 S3的改装方案要更加的完善 还是S3更适合走崩直线这条路 虽然是国产的A35L AMG 但是空袭动力士套件 整个前杠跟A45 AMG是同款 这个轮毂不得了 A45 AMG同款 这9寸 强灰色 轮胎米其林PS4S的 相当于女心里的 飞拉格木还是菲格拉木 A45 AMG同款后旋挂 这个后旋挂不得了 虽然很颠 但是偏性能的车才这么调 而且这款车是四驱的 它的四驱并不像S3的推头 它们在赛道里面能感觉到很均衡 甚至在某一些极限状态 这个四驱还有一点点后驱车的感觉 所以各位知道夏叔为什么喜欢坐奔驰了吗 没关系 咱都是指南 再接再厉吧 飞拉格木 飞格拉木 入夏 禅教日渐过早 刘老汉开始了上班前的准备 老汉的A35L AMG躲不开走高峰 通勤的时间完全看交通变化而定 Track Pace是奔驰的赛道记录功能 因为它复现每天的道路变化 是老汉手中的独特记忆 公路无疑是历青跟车道线的爱情结晶 溜了汉手部跟脚有动作的默契为何 让平常无奇的公路瞬间遭动 而又随机恢复平静 老汉早已在这小小的功能里担破 生活的本质就是苦中作乐 Track Pace这个功能呢 其实相当于在车机里面内置了一个PBOX 它呢可以记录你在赛道里面每一个节点上的 油门深度 刹车踏板的深度 包括车速的一些变化 一些情况 让你呢来分析 这个车到底在每一个弯角前还有多少的极限 还有多少的余量 以此呢来不断的把它推到更快的圈速 这样一个功能 但是呢不见得每个人都会下赛道 对吧 所以这个功能在平时呢可以帮你记录一下 每天上下班拥堵情况的变化 苦中作乐 就是这样一个功能 你以为A35L AMG对S3最大的优势是性能吗 错 是空间 这个L不是白给的 后备箱的空间 后排的空间 都比S3大不少 怎么样想不到吧 A35L AMG它直吗 可能大家知道 我最近有个同事用实际行动冲了一把 其实有很多人就问了 为什么不买个S4 40万上下 又是3.0T又是V6它不香吗 它肯定香 我也知道香 但是它现在不是没有国六排放标准吗 不要说S4 连S3都没有国六 那当然330i它有了 但是这一代330i它的底盘 有点不太争气 对吧 所以说你说现在40万上下 BBA新车有国六排放标准 还要性能取向的